Lun Sang 无论 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 伺服器建置与管理里面的Virtual Box Virtual Box的部分呢 是为了要让我们来设定一个环境 可以模拟着 玩玩看你在操控原端伺服器的一个感觉 那可以建立这种虚拟机的方式有很多 那微软本身在Windows 10之后 本身就含有一个Hyper-V 所以你不装其他的这个 虚拟机的管理装置 软体 那你也可以用微软本身提供的Hyper-V 它打开 那你就可以在微软里面装虚拟机出来 那我个人是觉得 在虚拟机的管理上面 用Virtual Box是还蛮好操作的 另外有一些人也是会去用VMware 那VMware是蛮强大的一个虚拟机管理软体 也蛮好用的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虚拟机的部分要怎么去安装它 首先呢 各位先去下载这个Centros Centros 8 Centros 8 我们现在版本已经进入到8了 Centros 8 的ISO档 这个 系统的这个ISO档 它蛮大的 大概有7G 有7G 很大 那 另外呢 你要登录Virtual Box 6.14版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6.1.4 然后呢 下载完Virtual Box之后 先装Virtual Box Virtual Box 装好之后呢 它有一个Extension Packet 你要去安装它 扩充套件 下载并且安装 安装好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虚拟机要放在哪里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说明呢 因为 各位在装好Virtual Box之后 它预设的路径是在西巢 那如果你的西巢本身空间比较小 比如说有人西巢呢 是SSD 那另外一颗是 比较大的传统硬碟 那我建议各位呢 可以把 这个虚拟机的资料呢 放在比较大的那颗硬碟上 这样才不会一下子你的 系统碟就满了 所以要设定你的路径 接下来呢 最后Create 新的这个模拟器 模拟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从Google上去查 Centos的下载连结 然后查到这个连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这个 国内的印象站在这边 各位可以带一个 你Guy的去 这个 安装它 好 各位可以从 网站上去下载 查到这个 国内的镜像站之后呢 去点击下载 好 那接下来呢 各位可以用 搜寻的方式去找到 VirtualBox的download 然后各位可以找到 这个6.1.4的版本 那这边有很多平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VirtualBox呢 它 除了可以装到微软底下 这个Mac的主机也可以 Linux也有 还有Solaris也有 下载下来就是 在微软底下就是 一直都下一步 一直下一步到最后 就会安装完成 好 安装完成之后呢 启动它 好 那就要安装这个Extension 你一执行上来 它会去检查 你里面有没有 这个扩充套件 Extension Pack 如果有 然后版本不一样 它也会跳出来 你要不要更新 所以它会让你下载 那你只要按download 它就自动帮你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呢 这是它的连结 download下来 然后去执行它 它就会install进去 install的时候 如果你它发现里面有旧版的 它就问你说 要不要upgrade 要不要升级 那当然是点upgrade 所以版本要匹配 那出来这个你会发现 它是有一段这个版权声明的部分 好 那你会发现这两个按钮都不能用 因为你要把这个拉霸 拉到底 代表你已经从头到尾看过 这两个按钮就会启动 可以让你按 那你是要同意 还是不同意 可以想见的 你按不同意 它就不让你装了 好 这是安装完 OK Success 完成了 然后呢它会问你说 刚刚下载的那个 程式档呢 你要不要删除 基本上我们都是把它删除 因为留着也没有用 下一次如果有更新版的时候 它一样还是会被 这个淘汰掉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讲怎么样去安装 去建立一个Sentos的虚拟机 好 那各位呢 在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刚刚有讲过 怎么样去设定路径呢 点这个Virtual Box 你点开之后 然后它有个Preference Preference 点开之后呢 它这边有路径 就是你要把它放在哪里 我刚刚有说过 如果你的西槽是比较小的 那你打算把它放低槽 那你就在这边点开 去选择 那你去选择完之后呢 它就可以放在那个地方 好 那路径设定完之后呢 你接下来要产生一个新的 虚拟机 对不对 所以就要点New 点开之后 你在这边打名字 比如说我打Sentos 8 然后呢 因为我之前 已经有设定过一两个了 所以就会有 名字在上面 有旧的这个虚拟机在这里 好 所以呢 就像这样子 你把名字打在这里 接下来下一步呢 就会是什么 这个 问你说你要用多少的记忆体 那你的主机 各位要知道 这边的记忆体是说 它要划分多少记忆体 给你的虚拟机 所以你的主机 不管是笔电或者是桌机 如果你的记忆体只有8G 那你千万不要画4G给它 为什么 4096是代表4G 1020代表1G 因为你只有8G 你画4G给它之后 你的作业系统 可以用到的 记忆体只剩4G 那你会发现你的电脑很慢很慢 所以 如果说你的支援 记忆体支援是比较有限的 那我建议你画2G 给虚拟机就可以了 因为Ninus本身 所有要用到的 这个记忆体呢 其实没有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犯例要用4G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 这个Sentos的图形界面 所以它会消耗比较多的记忆体空间 那你如果 不要看起来是 很lag 那你可能给它大一点 所以如果你的机器 如果在16G或32G 那你给它4G 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配置 再来呢 你就是create一个虚拟硬碟 那 这边基本上都不用去调整它 一直下一步 那接下来这边呢 就是你的硬碟 这个指的是虚拟机会 占用到多少硬碟空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要把 这个虚拟机的档案呢 放到D槽来的原因 因为C槽呢 是SSD 所以它硬碟空间比较小 那我们不要一下子 画20G、40G给它 就占掉很大一部分 所以C呢 C槽很快就会 不够用了 如果你的硬碟空间很大 那你给它40G差不多 如果是比较有限的 那你给它20G 其实也可以跑 好 那接下来呢 完成之后 大概就会跳出来 跳出来 各位可以点这个set 设定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列表 这边是功能 好 那这个是一般 好 一般的设定 不用动 再来是系统 系统它有很多TAB 很多页迁 那第二个页迁 是Process 就是CPU个数 好 那一开始它只给你一颗CPU 那你可以把它调整到四颗 好 跑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好 再来是 显示器它所使用的 你的记忆体 一般来讲 如果你够用的话 你给它128 那如果有限的话 你就用64 OK 再来就是 要选择 你虚拟的光碟机 各位可以想像 我一台虚拟的主机 它如果要放光碟 要放哪里 就是在这边设定 所以就选这个Storage Storage 然后这边呢 Ctrl ID的地方 它是Empty 对不对 那你就是点这个光碟 下拉 它就会展开 像这样子 那这边就会让你可以选择一个Disk File 那这边呢 各位可以去找它 点下去呢 会像这一页 档案管理的页面 那你去找到你刚刚下载的Centos版本在哪里 那个ISO档 选择它之后呢 它就会被Load进来 各位可以看到它Load的档案就是在这边 那Load进来之后呢 代表载入成功 那接下来就设定网路 网路预设它会给你NAT 这边不用动 但是呢 我们为了要能够 模拟 远单在操控它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用NAT的方式来做 NAT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这边呢 我们要做一个转Port的动作 所以点这个Advanced 拉下来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Port Forwarding 就是转Port的动作 然后呢 按OK之后进来 本来是空白的 那各位可以 把第一个呢 Double Click 点两下之后打SSH 再来呢 Protocol部分 就TCP也不用动 host IP 你可以不用填 那host 就是你的电脑 然后你实体的电脑 你所摸得到的这种电脑 这一台你的Port要用多少 那这个host的Port 我们建议呢 在1024以上 为什么 1024以下呢 是属于作业系统 本身在使用的Port 我建议你不要去动它 你要设定你自用的Port 都在1024以上 所以我们用4022 4022Port 就是你手摸得到的 这种主机上面的Port 通讯Port 是用4022 好 那你刚刚建立出来那个虚拟机 我们的Centos 8 对应到的是22号Port 22号Port 然后按确定 好 这样就完成了转Port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它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安装它的这个 按 我们刚刚选完 对不对 假设我刚刚选完了 都已经设定完 连网路 看一下网路的部分 好 Network 对不对 然后这边Port forwarding 点开 这边也设定好了 OK 那接下来我就按启动 启动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就开始出现一个画面 它会选择光碟机 刚刚没有选好 选择那个 开机的 档案是哪一个 那开起来的画面会像这样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Centos Linux 8 那你可以用上下键 键盘的上下键去选择 全摆的是代表你要选择它 像这个是Install Centos Linux 8 然后按Enter 它就开始去选择它 好 那你可以用这个 放到最大的方式来看 它会只有这么小一块 那等一下 再跟 各位介绍怎么样把它放大 好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滑鼠如果进来 点到这个范围内的话 你的 假设你的画面没有全展 那你这时候 的滑鼠会被Lock在 在 被锁定在这里面 出不来 那怎么样才能够出得来呢 就按键盘上的右边 键盘右边的Ctrl 按下去就可以跳脱 好出来之后呢 建议各位呢 可以 假设你要挑战英文 就预设英文对英文 这样子 OK 那如果说 你不想要挑战英文 那你就可以去选 这个中文 好 那我们按Continue 你看我现在 滑鼠去点Continue 事实上还没有点到它 我只是进入这个范围 可是我的滑鼠就出不来了 所以我怎么把滑鼠跳脱呢 我就按键盘上右边的Ctrl 按下去 就出来外面就可以 操作外面的世界 所以你要进去就点它 就跑进去另外一个滑鼠 按Continue之后呢 下一步 可以选中文 那我们在举例的时候以英文为主 那这边有几个地方要介绍 一个是键盘 在台湾 其实我们用的键盘 都是属于美系的键盘 那再来是软体的选择 来源是哪一个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 既有的这个光碟机 然后你要放在哪里 虚拟机的光碟 虚拟机的这个储存空间在哪里 你就点它一下 然后就这边已经打勾了 对不对 打勾就对了 然后按DOWN 好那 那个黄色的警示就不见了 代表OK了 好再来Language support这边呢 各位可以去选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 我希望呢除了英文之外 我还可以显示中文 那你就去找中文 中文 好那你就选繁体中文台湾这样子 然后左上角DOWN按下去 它就多了这个 再来呢 Time AndDate的部分呢 各位要知道 我们要选择台湾 在这边台北 所以各位就点它一下 它的这个时区 就会变成台北 怎么看呢 这边region是Asia 然后city是台北 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用网路时间呢 基本上我们就用网路时间了 还没有接网路 所以开也没有用 然后按DOWN 好再来Network的部分 点一下 我们就是把它启动 让它可以去连结 它就会抓到虚拟的IP OK 然后再按DOWN 那有了网路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边 看能不能开启它 你看它就有网路了 它就自动可以去抓时间 它就会去调整到最合适的时间 然后按DOWN 然后软体的选择的部分呢 当然你 呃 比较偷懒 假设你已经都学会了 你懒得这样一步一步的装 那你就可以选择 这边右边的伺服器相关软体 没有SERVER FTP SERVER 你都把它勾一勾 那就都不用再自己装了 但是一开始 我不建议各位这样 因为它毕竟还是要 这个 你还是要有个学习的过程 那除了SERVER with GUI之外 另外一个这个SERVER 是没有 这个图形化界面的 单纯就文字界面 开起来就全黑 然后就是 只有Terminal 你去打指令 基本上 我们点进来就是选 这样子就好了 右边都不要选 因为我们要讲一步一步 怎么去安装它 OK 那这边都设定好之后 就begin install 好那这边是root的密码 你就点进去要设定一下 这个密码呢 千万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个 你记得住 有点复杂的 好 OK 然后呢就按Done root的密码有了 那我们要建立一个使用者 让自己可以用 所以呢我这边设定一个 这是打名字 这个没有差 但是username的部分 你自己取一个账号 看你是要用学号 或是你昵称啊 或是你昵称啊 你常用的英文名都可以 好那你记得这边要打勾 有一个mac this user administrator 就是把它当系统管理员 打勾 接下来要设定密码 千万要记得这个密码 不然等一下你会进步 好一样的这边呢 我们在 然后按Done 好那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它就开始一直装 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呢 这个server装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有一个reboot 就是重开机的部分 那我们就 点它 它就重开机了 好那 安装完重开机 之后呢 它怎么会进来这边呢 我们 把它先关掉一下 我们忘了把什么 我们选这个power off 现在要把光碟推出来 所以 我们按setting 然后storage的地方 选这个光碟 记得要把它做什么 remove disk from virtual device 按移除 它就会变成empty 空的 OK 然后呢 再start 它就不会去从光碟开机 因为你光碟放着 虽然都是虚拟的 但是它还是会去读到那个印象档 那它现在就会进入 你刚刚装的这个虚拟机里面 第一次开机通常都比较久 因为它虽然是重开机 但是很多设定 因为它刚刚只是拷贝 然后做初步的设定 所以 你设定完之后的第一次重开机 通常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才有办法完成开机 那进来之后 各位会看到这个license information的部分 那它出现一个警示标志 你就点它 就点它 进来之后它还有一堆介绍 那左下角你就选这个I accept 就check 把它打勾 然后按down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右下角 你看到finish configuration 那就整个安装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好完成之后就会像这样子的一个虚拟机的画面就出来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呢 点这个 那还记得刚刚的密码吗 Key进去然后sign in 它就登录了你的虚拟机里面 好登录之后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就是你的虚拟机 那怎么去使用它呢 好这边有一开始的欢迎 那你要选择哪一个语系 自己去选 那我是用英文 好那 next 那键盘基本上就不用改了 还是英文 即便你是选择中文 也不要选汉语的键盘 因为我们台湾 普遍用的还是美系的这个键盘 然后再来就是privacy的部分 就是next 然后再来就是 连接到你的网路的account 那基本上我们没有要在这边 长时间使用 所以这个可以skip掉 然后这个style using sign in OK打扣就好 这样这个 这边还有一些介绍 相关的画面怎么去使用 你可以去播来看看 OK 然后这样的画面 接下来呢 我们先做最简单的一个测试 点左上角的这个Sentos的logo 然后呢 这底下有几个工具出现 选这个terminal 点开之后 你先下第一个指令 我们就sud o 然后reboot 这就是用超级使用者的权限 这边呢把虚拟机重开机 然后这边要输入的是你刚刚的账号 是属于你的密码 属于你的密码 不是root的密码 这边要特别注意 不是root的密码 是你自己的密码 好key完之后 它有重新开机了 对不对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它就已经重开机了 代表成功了 这样OK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测试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我们刚刚有设定pode forwarding 对不对 那我现在ss进去 能不能成功 OK 那怎么测试呢 好 我们就选择 各位可以去 这个网路上下载这个commander 或window的部分 这套软体还蛮不错用的 在 在这个下载的时候呢 可以选full version 就是完整版那一个 它有完整的这个linux的指令 可以让你去使用它 OK 那虚拟机 等一下子 它就会开好 好 那我们在terminal这边 要怎么去下呢 你可以用ssh 然后呢 刚刚的帐号是 然后at 再拿一台主机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在本机自己去连 实体主机里面的虚拟机 所以我们用127.0.0.1 减p 还记得刚刚我们转破吗 我们刚刚转破是4022 对应到虚拟机 对应到虚拟机的22 好 这是虚拟机的22号pode 对应到实体主机的4022pode 公开金要给你 那你要不要储存呢 你就按yes 要打三个字母 yes 不是打y yes enter 好 接下来输入你的帐 你的密码 在这台主机的密码 好 好 把密码key完之后呢 欸 你就有进去的 好 那ls一下 这就是里面的东西 那你怎么知道它有关机的 它有 真正连进去呢 你可以试一个指令 sudo power off 把它关掉 把它关机 好 然后接下来就输入你的密码 左边的这台虚拟机 它就开始进入关机的模式 所以poweroff就是把它的电源关掉 所以它就会关机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代表你刚刚的pode 火候点是成功的 OK 以上是简单的初步介绍 那提供给各位参考